大家好,看一個topic都知道我們今天來踢爆一些關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兩個國家的假歷史 現在的網絡世界上充斥著極大量的以巴假資訊 例如以色列如何搶光巴勒斯坦的地和那塊地究竟原先是屬於誰 今天我和大家逐一逐一去道破這些假歷史 因為很多人看了網上一兩幅圖,以為自己真正了解了裡面的歷史 但沒想過那些圖很多都是誤導性遺留,是專門的 所以專門來拍這條片 其實之前也拍過另一條片,但60分鐘也挺長的 但是一個很仔細的版本 但仔細到應該大家看了五分鐘後就沒興趣想看了 所以現在就拍了一條精簡的版本 但要先提一提大家 今天是從歷史和事實的層面出發 但就不批判以巴伊兩個國家那些戰爭手段哪一個對哪一個錯 因為打起仗上來,其實兩邊都可以有不對 但他們那個戰爭手段 關那塊地本身屬於誰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因為兩邊互打,其實兩邊都要各打五十大板 一個人打仗就 以色列真的有種族隔離的手段 但巴勒斯坦本身都經常去支持哈馬斯做恐怖襲擊 所以如果說道德的地圖跑,一炮打下來 其實兩邊都是輸價,兩邊都是不對的 但那塊地本身屬於誰 跟他們的戰爭手段或者對付對街的手段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但那塊地根本性屬於哪一個呢 這些是不需要道德批判的 而是根據事實、根據歷史、根據文獻、根據記載 可以判斷得出來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說哪一個很慘 哪一方很慘 哪一方被人打得很慘 所以哪一方就對,哪一方就不對 其實不應該這樣分 而是要根據事實去判斷 還有最重要是單單清 逐單逐單埋單 逐單逐單計數 就不可以說上次他對我怎樣 所以我這次對他怎樣 就是對的了 例如遠東某一發達強國跟你說 18年前洋鬼子燒我原明丸 我們是否可以捕鬼妹回來奸淫努略 就是對的呢? 不是的 日本仔侵華好衰 我們是否可以去日本旅行 之後周圍拖屎拖 然後捕日本妹回來奸淫努略 就是對的呢? 不是的 所以每一單的戰爭都要每一單去計數 開始了 長的那條影片其實已經上載了 可能之後放上Patreon也好 之後才放出來也好 以免大家吃不消 所以先拍一條精簡版本的 究竟什麼是巴勒斯坦呢? 你先先 如果待會有什麼讀錯 讀到巴基斯坦呢? 大家都知道我是不小心讀錯的 巴勒斯坦其實本身是一個地名 兼且這個地名是近代才有的 並非種族名 並非人種名 只是一個地名 所以不可以說 遠古的時代 公元前怎樣怎樣怎樣 那時候巴勒斯坦屬於誰 不行的 巴勒斯坦這個地是新的 巴勒斯坦在哪裡呢? 其實有很多人都以為 只是以色列這塊地就叫巴勒斯坦 其實不是的 外約旦都是叫巴勒斯坦 即是現在的以色列再加上約旦這裡 整個東西就叫巴勒斯坦 那你可能問 咦?為何約旦不是叫巴勒斯坦? 只剩以色列的小塊叫巴勒斯坦 因為約旦其實和以色列是同時間立國的 因為奧圖曼帝國散了的時候 就把整個巴勒斯坦的地方 給了英國托管 然後兩個國家就應運而生 左邊就是以色列 右邊就是約旦 所以一說到巴勒斯坦 就不可以只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 而是整塊地地地說 接著講到以色列立國之前 我圖曼帝國統治巴勒斯坦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低瓦地區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 一來沙漠地區 二來根本沒有水 所以在那裡的人口不停地減少減少 極大的地方都是無人帶 左邊這個就是以色列的國父 弗洒斯坦 但是以色列立國的時候 這個國父已經死了很久 至於後世就稱呼他為國父 去到1901年 其實奧圖曼帝國已經日落西山 國力已經大不如前 所以國父就跟奧圖曼帝國的蘇丹說 不如你給我們以色列這個地方 但蘇丹當然不肯 因為知道如果給他們廢地 他們一定爭取自己獨立成國 所以蘇丹說 我寧願被刀斬死也好 都不想失去巴勒斯坦這個地方 自古以來 以色列人其實是不會主動去武力抗爭的 他們長期都是被人流放 被人打壓 甚至乎成為巴比倫之仇 即是仇犯的仇 他們不是純相武力的人種 你知道 科學家、學者、醫生、律師 誰跟你打仗 但他們有什麼多呢? 錢多,用此境去解決問題 那時候奧圖曼帝國 對猶太人非常好 好到怎樣的地步 就是讓他們在任何一個地方居住 去移民都可以的 沒問題 唯獨是不能讓他們回到以色列那裏住 因為他知道 本身以色列那塊地是屬於猶太人的 而猶太人非常團結 如果讓他們聚居在那裏 就很容易危害得到 我圖曼帝國自身的利益 所以分散他們在不同的地方 免得他們聚在一起 不單止這樣 他們是不給猶太人 去買以色列上的土地 但我都說過 奧圖曼帝國已經日落西山 估不到那麼多 所以猶太人就弄了一個基金出來 叫做猶太國民基金 下面有一間公司 叫做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 他們做些什麼呢? 就是用錢去不停地買以色列那些地 雖然奧圖曼帝國說不給 但是那些阿拉伯人很主動賣地 給那些猶太人 為什麼?有錢 但問題來 那塊地本身是很荒蕪的 這個基金一看名字就知道 土地開發公司 用來做什麼呢? 因為那塊地很荒蕪 沙漠地方 沒有人居住 沒有水 所以他們種了2.4億棵樹 2.4億棵樹 以及建了總共180座水壩和水庫 因為以色列這個土地 其實每年只有50多天可以下雨 這些雨水是不夠養活 整個以色列人 所以就要種樹、建水壩、建水庫 你看到猶太國民基金這個logo 就知道他們是種樹、建水壩 一些土地公司 國父先生在自己自主也說了 如何解決人口和土地問題 如何在那些很窮的阿拉伯人手上 拿到土地 很簡單 用錢買就已經可以解決得到 這個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解決方法 不需要動刀動槍 直接買,因為錢多 其實一直以來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相處得很融洽 特別是在宗教上 其實他們是有共同的祖先 雖然這個說法 很多學者都會挑戰 但普遍來說 大家都當是 猶太教的故事 最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但如果是信氏的話 就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 但以色蘭教 要到公元610年 穆可密德先知 才創立伊斯蘭教 所以他們的衝突不是那麼多 剛剛說過 這個土地非常貧石 所以他們不停地買一些地 這是他們以前的遠古籌款商 這些地已經被以色列人買了 他們買來做什麼 就像這些 一棵樹一棵樹種出來 將那個瓶石沒有水 流不到水分的地 變成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經常聽到網上 地是搶回來的 其實不是搶 是買的 而且阿拉伯人很樂意把那塊地 賣給以色列人 為什麼? 因為有錢 因為本身的塊地 根本不適合人類居住 還有奧圖曼帝國的時候 我剛剛說過 以色列和約旦都是叫巴勒斯坦的 並非現在所說的巴勒斯坦 而是以色列和約旦 在那時候都叫巴勒斯坦 很多地都沒有人居住 阿拉伯人買了這塊地給你 然後自己去另一個地方再居住 所以以色列人在買的地方 真的沒有什麼困難 一個月買一個月買 不是搶的 當然現在網上的資訊 或者所謂的歷史 所謂的歷史 就是猶太人搶了阿拉伯人的地 但我問你 他們已經買了這麼多地 他們不用搶 他們不是搶回來的地 他們是逐點逐點一塊一塊地買回來的 這些所謂網上的歷史 有沒有說?當然沒有 因為一定要買慘情 買到巴勒斯坦人被人搶小地 很慘才有人看 這些真正的歷史 真正存在過可以追溯得到的歷史 是買地回來的歷史 當然沒有 去到以色列建國之外 五次被人圍剿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看過這幅圖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不反抗呢? 巴勒斯坦沒有那麼多地 被人搶了那麼多地 首先 這幅圖 起碼有三幅都是假的 或者是錯的 叫做 以色列一納國就已經馬上被人打了 這塊土地 其實是約旦手上的 並非叫做自己一個巴勒斯坦的地方 這個肯定是錯的 第二 它沒有了哥蘭高地 第三 巴勒斯坦那塊地 其實並非這些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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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是整個圈都是屬於巴勒斯坦 不過它當然沒有畫出來 所以這幅圖是極之誤導的 但很可惜 人是懶的 看完這幅圖 大家都覺得自己 熟讀了所有歷史 知道了所有的前因後果 巴勒斯坦被人搶了地 其實根本是錯 而且錯得很離譜 以色列立國是1947年 第一次中東戰爭是1948年開始 這次聽到一秋五 以色列被五個國家圍偶 即是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約旦、埃及一次過被人打 一次過五個國家打以色列 其實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沙地、阿拉伯、也門和聖戰軍都有參加 如果你當聖戰軍是一個國家的 這個就是有八個國家參與的 如果你不當它是一個國家 就是七個國家 所以說到這裡 其實網上很多資訊都已經是錯了 經常說五打一、五打一 其實不是五打一的 五次的中東戰爭 其實每一次都是阿拉伯人去打以色列 以色列是沒有一次主動出手的 唯一一次摘戒的就是第五次戰爭 即是黎巴嫩戰爭 因為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找人暗殺以色列駐英的大使 那個駐英的大使中了槍之後就重傷,但死不去 巴勒斯坦恐怖組織搞以色列的大使 關黎巴嫩什麼事呢? 就是黎巴嫩包庇恐怖組織 所以以色列派兵去黎巴嫩 而黎巴嫩南部又有敘利亞軍隊 所以如果埋單計算的話 其實是以色列去打黎巴嫩和敘利亞軍隊 這個就算窄戒 你只可以說官方上派軍隊的話 就是以色列派過去打人 但事實上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 被黎巴嫩包庇 然後暗殺以色列駐英大使 一貫阿拉伯做法 黎巴嫩戰爭完結之後 有些阿拉伯人走到黎巴嫩 黎巴嫩的以色列軍就撤軍 阿拉伯人其實也不喜歡巴勒斯坦人 因為沒有人當過他們是人 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 但誰是私害者呢? 這次我們看到了 有些巴勒斯坦的難民就走到黎巴嫩 黎巴嫩怎麼做呢? 槍斃,殺光他們 經常說巴勒斯坦人很慘 那誰害他們呢?我想請問 其實這麼多個中東國家 都是用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 去攻擊以色列 但其實沒有人想幫巴勒斯坦 他們攻擊以色列不是想幫巴勒斯坦人 拿回地 說到巴勒斯坦人很慘 要幫他們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他們最想只是打以色列 並非想幫巴勒斯坦 還有第三次的中東戰爭 埃及打輸了 整個西內半島被以色列拿了 蘇伊斯坦河這個地方很重要 但整個西內半島被以色列拿了 由1967年至1982年都是屬於以色列 這次又可以看到阿拉伯的仆街之處 埃及總理納薩 他真的叫納薩 不是我作詞 是納薩 阿拉伯國家主動打人 但打輸了 並且輸了整個西內半島 整個西內半島是大過以色列 那納薩就知道很沒面子 不可以跟國民交代 你交代不了 怎會這麼重要一個半島也輸了 所以在西內半島打輸仗的埃及士兵 回到埃及本土的時候 納薩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全部槍斃 為什麼 因為死了的人 就不會說秘密 那時候資訊不是很流通 萬一那些打輸仗的士兵 回到本土 跟人說 整個西內半島沒有了 那我怎麼見人 所以全部槍斃 你又說 不是啊 自己是國民 自己的軍隊 這樣也槍斃 是啊 阿拉伯國家就是這樣 那奧斯陸協議是什麼 這幅圖 接近你們經常在網上看到 巴勒斯坦地被人搶了 只剩一銀一塊的公仔 那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說什麼呢 就是A區直接屬於巴勒斯坦人 無論軍事上 民間上都是屬於巴勒斯坦自己管理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剛剛說過 猶太人用錢買了很多地方 那些地已經屬於猶太人 那怎麼會割給巴勒斯坦人呢 所以就有個B區 B區就是軍事上屬於猶太人 但是巴勒斯坦人也可以允許他們在上面聚居 C區就是無人區 住不住人的地方 而真真正正屬於猶太人的地方 其實就是黃色這個 黃色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你們剛剛看到的圖 這裡是一塊一塊 究竟有沒有人問過 為什麼是一塊一塊呢 如果我是猶太人 我搶你的地 我怎麼會給你一塊一塊呢 我整塊割走你 整齊地一刀斬下去 那怎麼會一塊一塊一塊呢 因為本身他們的祖先 買了一塊地給猶太人 他們不是搶回來的 他們是買回來的 綠色的地方 就應該是整個 這樣圈圈一個圈圈 這樣才對 真正被以色列拿了的 其實就是耶路撒冷 當年簽這份協議的時候 不是拿著槍 指著你 巴勒斯坦阿拉法特 是笑著這樣簽的 雙方都認可 雙方都沒問題 而且以色列人都很贊成這個協議 但中有一方是違反協議的 大家猜是誰 那當然是哈馬斯 難道是以色列嗎 猶太人最關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賺錢 簽了那份協議 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繼續賺錢是最開心的 但簽了這份協議兩年之後 哈馬斯人肉炸彈在以色列 炸咬他媽媽 可能你都好像現在那些人所說 哈馬斯並不等同巴勒斯坦 那一定會有人這樣說 好壞不壞 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 居然是公開賺那些人肉炸彈 炸得好炸得妙 炸得呱呱叫 還要是官方聲明 即是巴勒斯坦自己違約 大哥你這麼自將 幫你不了 你不被人知道 沒被人見 現在是誰違約 就是巴勒斯坦 就是哈馬斯 巴勒斯坦是賺哈馬斯做得好 網上那些所謂歷史 巴勒斯坦人被迫害 被搶了地 有沒有說這個歷史 當然沒有 我們今天是要踢爆假歷史 所以再看看這幅圖 你又知道網上那些所謂地圖 其實全究部都是錯的 你可能問自古以來 這塊土地究竟是屬於哪一個人 是屬於猶太教的猶太人 還是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 有很多地方可以證明得到 本身以色列這個地方 或者叫巴勒斯坦 沒有所謂 這塊地方 其實真的屬於猶太人 我們先看看耶路撒冷有些什麼 這一點就是耶路撒冷 首先有基督區 阿拉伯區 亞美尼亞區 猶太區 和聖殿山 三個宗教也有建築物在上面 聖武教堂 西牆 和圓頂聖地 即圓頂清真寺 三個宗教也有 你可能問 誰才是這塊地記最原始擁有人呢 公元四世紀 建了一個聖武教堂 六世紀建了一個清真寺 很正常 伊斯蘭教 在公元610年才有 但西牆即哭牆 在公元70年被人拆了 即在公元70年前已經存在了 存在了多久呢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西牆即哭牆 聖殿山 為什麼叫聖殿山 完全沒有聖殿 哪個像聖殿 虽然有个框框框住,但不是圣殿 你的清真寺也不是叫圣殿 其实这个圣殿山本身有两座圣殿 第一圣殿就是犹太人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建好了 但在公元前587年就被巴比伦拆了 因为巴比伦人入侵 犹太人去了哪? 就变了巴比伦之囚 即是囚犯的囚 变了巴比伦的街下囚 巴比伦拿了这块地不止拆了人家的圣殿 然后波斯帝国入侵,打败了新巴比伦 波斯帝国释放了犹太人 然后允许他们在第一圣殿的位置上 建了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在公元前516年开始建 后期罗马帝国再入侵 将整个第二圣殿又拆了 拆了西墙 这个范围有50米宽,18米高 而这个西墙是第二圣殿的一个遗址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哭祥 犹太人回到西墙 哭了,因为被人灭国 被人流放了这么多年 所以就叫哭祥 最重要到以色列王国 以色列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但现在确确实实以色列王国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 之后巴比伦入侵 第一圣殿被毁,这些历史 无论是巴比伦偏连史 还是旧约圣经 都有提及过 有文字记载,不是古老传说的话 就是信史 即是以色列王国 确确实实存在过 有没有更早形容以色列这个地方 咦,有啊,真的 公元前1200年 有个法老王 叫做麦伦普塔克 他为了纪念自己 打赢了利比亚人之后 就做了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 其实不是讲以色列 只是 形容过以色列这个地方 他就说以色列其实是非常荒谬的 种不到任何的穀物 就是丢什么种子进去 都是种不到 我刚刚所说,其实以色列这个地方 就很荒谬,本身没有人住 完全是山漠地带 怎么住人 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1200年 已经有以色列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以色列王国 犹太人怎么被人不停游轮 我刚刚说过,公元前500年 他们是可以被允许 建立第二圣殿 所以这些帝国 就叫做第二圣殿时期 全部都可以考究 为什么 有个托勒密帝国 托勒密十二世的女儿 其实是埃及妖后 埃及妖后 大家都以为是黑人 其实不是 埃及妖后 其实是希腊人的后裔 是马其顿人 是白人 因为当时 马其顿帝国和托勒密帝国 就已经伸延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埃及当时是被白人统治 这些全部都是信史 全部有根有据 并非一些很远古 不知存不存在的宗教故事 并非如此 这个地方一直 被很多帝国和王朝 所佔领 犹太人都是回不了 不停被人流放 真真正正的二等公民 接着来到 图满帝国 再最后 去到英国的托管旗 可能大家近日都会看到这幅图 上面我刚刚说过 其实是假的 下面 我只可以说 接近 真相 但 也有些东西 可以挑剔得到 例如巴勒斯坦的区 就应该不仅是绿色的一堆 而是整个图滑出来才对 有哪一幅真相图 其实也是有些东西可以 可以挑剔得到 例如 哥兰高地 哥兰高地在这幅图有说出来 但这幅图就没有说出来 但这幅不是重点 而是 约旦 其实本身 以色列立国之后 就立即被人打 约旦其实是拿了 巴勒斯坦的土地 一直以来 那里都是属约旦的 因为以色列一纳国第2年 那些阿拉伯国家就立即出兵打他 第一次中东战争 约旦抓住巴勒斯坦的地方 其实是好地地 网上所说 要帮巴勒斯坦人 给他们个土地 约旦就做得到 为什么还要发动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中东战争 说穿了 其实阿拉伯人 不是想帮巴勒斯坦人 而是自己想打以色列 只是用巴勒斯坦人 过脚 做一个理由 喂大哥 其实第1次中东战争 约旦已经是包括了巴勒斯坦地区 为什么还要打 那就是不关巴勒斯坦的事 尽要 打下打下 打到第3次中东战争 约旦才输了地 那是什么 打呢 就是阿拉伯国家打 但是割地 就割巴勒斯坦人的地 有没有问过巴勒斯坦 约旦本身拿了巴勒斯坦 从以色列纳国开始就已经拿了 为什么约旦他们还要打以色列呢 是不是 网上知不知道的历史 就说巴勒斯坦人 很惨被人拿了土地 喂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问约旦 约旦本身是有巴勒斯坦那块土地 为什么还要去打 打输了之后 割了去给人 这个巴勒斯坦的人球 怎么弄出来呢 不是以色列弄出来的 是阿拉伯国家弄出来 然后将这个人球 就一踢踢给以色列 这些网上的所谓历史 那些KOL资讯 有没有说 当然没有说 左交当道的世界观历史 怎么会说这些东西 一定要政治正确去帮弱者 但就不可以谴责约旦踢了一个人球出来 那个人球就叫巴勒斯坦 约旦本身好地地有巴勒斯坦 但巴勒斯坦人 又可以很安全地生活 为什么约旦还要动手 那你们就要问约旦和阿拉伯国家 还有 哥兰高地就在这里 为什么以色列 无端会有哥兰高地呢 不是他自己主动打人 拿到高地 不是 本身哥兰高地 是赘利亚控制的 但是赘利亚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 即6日战争 赘利亚就在哥兰高地开火打以色列 即是撩人者战 大家知道 军事上 高地那里 必然是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居高临下 看着别人来射 但以色列被人攻击完之后 直铲上高地 赶走赘利亚的军队 然后拿着高地 没得远 你要自己打人 又不够别人抽 被人拿了块地 哥兰高地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有湖泊 我刚刚说过 以色列低弯的地区 其实是很贫赤的 相反 哥兰高地 又有水又有 是一个很重要的水资源 被以色列拿了高地之后 完全解决到水的问题 这个就是赘利亚自己的狠狗 你又要选个这么重要的高地去开火 开完火又要不够别人打 究竟 谁才是发动战争的罪犯 谁才是号战分子 我想请问一下 第三次中东战争里 四个阿拉伯国家 在六日之内 就被以色列收了皮 也就是这个地方 整个巴勒斯坦 拱手商量送给以色列 那谁先犯战 谁先拿巴勒斯坦人来教兵 你其实不打是好地地的 那些巴勒斯坦人在弱坦境内 继续生活 如果说巴勒斯坦人 是受迫害的一班人 那谁是私害者 巴勒斯坦人是被哪个人迫害 以色列吗 我看也不是 只是约旦和阿拉伯国家 这些网上的阻交历史肯定不会说 我一开始说过 整个巴勒斯坦 其实是包括了 以色列和约旦 我图文帝国瓦解了之后 托管给英国 英国就给他们两个独立 其实约旦本身都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两个国家两个人种 一起独立建国 由零开始 河水不犯井水 为什么约旦要把巴勒斯坦人这个球 踢了给左边的以色列 约旦自己本身 都是巴勒斯坦 整个地区都叫巴勒斯坦 为什么约旦自己 不要巴勒斯坦的名字 把巴勒斯坦那块地 那些人就叫巴勒斯坦人 说到自己好像不是巴勒斯坦 约旦本身 就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现在所说的巴勒斯坦人 其实跟约旦人 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是同一个人种 在恶途曼帝国的时候 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为什么约旦要止住以色列 然后跟以色列开火 网上的白左历史 一定不会说约旦本身就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经常说巴勒斯坦没了地 巴勒斯坦没了地 那么约旦呢 约旦自己都是巴勒斯坦 为什么不要巴勒斯坦那群人呢 现在 以色列土地上的那群巴勒斯坦人呢 很简单 说穿了 其实那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有约旦呢 不能是真的想帮那些巴勒斯坦人 因为那群人是穷的 是妇女 很多都是恐怖分子 连他们自己都害怕 他们可以容许巴勒斯坦人的恐怖分子 襲击以色列 但是就不想自己 接收了巴勒斯坦那群人 纵使 以前大家是同一群人 然后用白左的历史来洗大家脑 觉得 巴勒斯坦不关我事的 我约旦不是巴勒斯坦人来的 巴勒斯坦在那边 在左手边 在以色列那里 即是大家在玩的套路 不关我们自己的 他们 不好意思 我踢了个人头 过去旁边那里 你过去旁边那里 找数吧 那罗马剧院 那关罗马剧院什么事的呢 刚才我们说过 自古以来 就证明得到 其实那个地方 真的属于 犹太人 证据也不知那么少 我刚才说过 罗马帝国入侵的时候 就拆了第二圣殿 只剩下一个西场 我们发现西场前面的威尔顺拱门 下面 原来别有洞天 2017年10月16日 以色列文化局 就说 我们找到一些东西 在西场的底部 有8米的土层 揭开了土层 有一个大石 揭开了石头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个 罗马剧院 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也曾经说过 在耶路撒冷 是有罗马剧院的 而其他的民间民宪 也有说过 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被人拆毁了之后 耶路撒冷就慢慢变成 罗马殖民城市 罗马帝国 就在那里建了很多 罗马的建筑 包括 罗马浴室 罗马厕所 罗马剧院 以及一些有罗马特色的街道 但一直考古学家 都找不到罗马剧院 但直到2017年 终于找到了 原来就在西场前面 所以侧面印证得到 以色列王国 第一圣殿 第二圣殿这些故事 并不是真是故事 是真的发生过 应许之地是哪一道呢 因为古代是没有很精准的地图 和测量仪器 所以不同圣经讲的应许之地 也有少少出入 不过大体来说 都是对的 都是在以色列 不过 多了上面 这个地方 即以色列现在 拿少了些地 本身应许之地 就是耶和华留给亚伯拉罕的后人 也就是现在的犹太人 亚伯拉罕有一个妾氏 妾氏生出来的儿子 被阿拉伯人认为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所以实质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 其实就应该是有共同的祖先 不过阿拉伯人 就是妾氏所生 是输出 所以阿拉伯人 就认为 这个应许之地 其实我们也有份 但问题来 阿拉伯人信 信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什么时候才有 就是公元610年 兼斩的那些圣战士 觉得犹太教 是异教徒 是异教徒 你怎可能信一个610年才有的宗教 一边就说 犹太人是异教徒 然后一边就说 犹太人的历史 是对的 我们也是应去之地的人 没得这样的 很精神分裂 虽然应去之地的故事 在伊斯兰教里面 也是有的 但圣战士 就觉得犹太教 是异教徒 有着数的时候 就说你的故事是真的 没着数的时候 就说你是异教徒 我要炸异教徒 我要杀异教徒 真是精神分裂 还有阿伯拉罕的妾氏 是埃及人 你没听错 埃及人 所以那些学者认为 阿伯拉罕的厚人 占阿拉罕人其实是一个很少数 如果不是 埋单计数很大 阿伯拉罕 跟埃及人生出来的儿子 就是阿拉罕人 那意思是怎样 阿拉罕人 是埃及人的后裔 他们应去之地 应该是回来埃及的 这条数很难计 而且计血缘 阿拉罕人应该是当地起源 因为古代的埃及人 就不是现在的埃及人 现在的埃及人 就是阿拉罕人 但是古代的埃及人 当然不是那个人种 虽然阿拉罕人和犹太人 在血缘上 是真的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说到阿拉罕人 等同犹太人 就真的差很远 所以那些历史学家 很多都是不买这套说法 好了 讲完古代 究竟 犹太人和阿拉罕人 这个争执 是什么时候开始 和谁先动手 不得不说 就是希伯伦屠杀 希伯伦 对于犹太人 和阿拉罕人来说 都是一个圣诚 重要性 仅次于耶路撒冷 所以 住在希伯伦那些人 其实是很虔诚的信徒 没什么 很和平 在1920年 希特拉时代 开始有反犹太论 耶教有那些牧师 神父 伊斯兰也有 伊斯兰的神父 开始做谣言 说犹太人 开始攻击阿拉罕人 以及 诅咒穆罕默德 所以牧斯林 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 在西场 烧犹太人的祈祷书 和打伤神职人员 在1929年 希伯伦大屠杀 发生了 有67名犹太人死了 包括23名大学生 我刚刚说过 犹太人 其实不是很纯上武力 如果被人打 那么多年来 都会被人流放 或者自己走 这次他们选择 发生了大屠杀之后 就离开这个圣城 那时候大屠杀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些倘存者 听到那些牧斯林 激进分子 就说要 瓜分犹太女人 即 好像现在在哈马斯 捉女儿回家 另外有新环城 说到 早上开始 这次阿拉伯人就冲入犹太人的家 然后逐家逐户 杀杀里面的人 是很清楚听到旁屋的人的惨叫声 大家这个星期 是不是见到很多类似的事情 发生在以色列 还有一个医生 曾经服务了阿拉伯人 超过40年 但什么下场呢 他的女儿就被 穆斯林先根后杀 老婆的手 就被人斩断了再杀 他 亦被人 银山打死了 即是一个手法完全跟哈马斯 是一模一样的 那些伊斯兰神父 就煽动 那些穆斯林 冲入去那间学院那里 说真正呀 有学生妹 大家猜到 是发生什么事 伊斯兰神父 又煽动他们 就说 那些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 散了很多阿拉伯人 当时的 信息不流通 他们觉得 伊斯兰神父 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就信了有这件事 伊斯兰神父就说 要杀了犹太人 要不然 就会被罚钱 这些 是很恐怖分子的初期 现在的恐怖分子 就跟你说 你死了不要紧 天堂 有72个 处女 在等你 但那时候 死了之后 都不知道什么 你跟人说死了之后 怎么怎么 其实那些人 不是很理会 但是有一件事 就可以触动他们的神经 就是罚钱 没错 他们真是信 如果不杀犹太人 就会被罚钱 他们说 上了头了 大哥好穷 还要被罚钱 不是吧 所以就跟着那些神父 杀人 和奸杀那些女学生 大屠杀之后 希伯伦神学院 就搬到耶路撒冷 当地有个警长 是阿拉伯人 他就说 他在那些屋 听到一些尖叫声 走过走廊 就看到一个阿拉伯人 就用刀斩了一个小孩的头 或者好哈马斯 阿拉伯人 曾经想攻击警长 但是 失了手 警长就向他开了一枪 警长聚述了整件事 就说很多犹太人 被虐待 肢解和强暴 简单来说就是哈马斯 英国就曾经就这件事件 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 他就发现 一些为阿拉伯人提供服务的医院 都会被人襲击和洗劫 整件事里面 有很多妇女和小朋友 都是受害的 还有那些阿拉伯人 是会抢上犹太人的珠宝首饰 即是打扎 但当中也有一些窩心的故事 例如阿拉伯人保护犹太人 因为那时候的极端主义 不是那么性行 所以有些阿拉伯人 都不主张攻击犹太人 有个阿拉伯人 就把33个犹太人 塞进地牢 那些极端伊斯兰 在外面大喊 今天就是欠给穆克密德的圣日 不杀犹太人 就是罪恨 真的很哭 屋主要骗他们 就说 我们已经杀了所有犹太人 那些激进穆斯林才肯离开 精简版就来到这里 大家如果看详细版的话 就可以去另一条片看 但总之 我告诉你 你们上网看到的所谓历史 九乘九 都是假历史 小弟自小就最深研究独立建国 我说其他国家 先说明 否则 等会有人拍门 我藏下底 最少十本书是关于 以色列独立建国 因为以近代国家的独立史来说 以色列其实是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民族可以分散到这么多的地方 这么多年几千年 但他们仍然可以保留得到他们独特的民族性 还有其他国家的独立史 值得研究研究 例如 奥地利 北丹 北马其顿 和刚刚所说的若巴银 总之 在网上看到的所谓历史 所谓的KOL 隔壁港历史 那些十居其九 都是 散略了很多东西 很不进不实 如果你真是认为 看完网上的几幅地图 那些 巴勒斯坦 喪失的土地 那些地图 看完之后 就觉得自己 知道了所有历史 知道了所有前因后果 你来我家 我问你十个问题 关于以色列的 你答到五个出来 我就说你聪明了 其实大家要明白 你们吸收到的资讯 其实九成都是左胶整出来的 因为他们觉得 不可以责怪一个弱者 但问题如果弱者 和其他人作奸犯科的话 怎么计算 弱者不代表他一定是对 弱者不代表 他一定是受害者 中观二千多三千年历史 你什么时候有一个历史 听到以色列 是主动徽军打人 去侵略别人 拿别人的地 或者是没有 因为他们民族性 和教义 都不主张 但如果你动它 好像五次中东战争 你动它 它就很团结 就像现在这样 还有我真心觉得 巴拿斯坦是受害者 但就不包括哈马斯 但这个受害者 是谁制造出来的 五次中东战争 是谁发起的 尽是阿图曼帝国 那些地 是买回来的 不是霸回来的 这些真历史 网上的content 没有说 当然没说 有没有说约旦 其实都是巴拿斯坦的一部分 当然没说 有没有说埃琴不够抽 被人霸了整个西雷半岛 然后杀回自己的埃及士兵 当然没说 有没有说敏利亚 撩人者战 然后被人打高地回来 当然没说 这些白了的世界 白了的历史 是不可以出现的 所以他们就误导性遗留 是特意的 这些 其实有80多张slide 这次的简短版 我想只有一半 如果长进版 整条片 有整个小时 但我觉得 真心值得大家看一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的话 其实绝对值得看 这一堆slide 在这次的冲突 第一天就已经开始製作了 做了这么多天 其实前前后做了很多天 长进版 其实有很多个题目 会说的 可以稍而欲步去看一看 简短版都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睡着 真的不知道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上patreon subscribe youtube 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 我们下期 encontra 我们下期间的 冲突 早 weekly 又听见 傅 大人 怎么 我们下期见 就好